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KKEY的視頻 今天我們繼續玩生涯模擬系列 之前有不少朋友提議想看JR的生涯模擬 所以今天的主角就是JR 跟以往的視頻一樣,我都是模擬到了2021年的休賽期 同樣為了免得出現時間線錯亂的情況 這次我們將JR放到2001年的選手名單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看看新手報告 JR這邊,新手報告寫著 他的上限是死光槍謝夫漢拿石 下限是Alan Crab 其實Alan Crab幾年前 2K18、2K19的時候 還在做托方的手法 當然一開檔,很有可能會直接交易走他 因為他拿著1800多萬 我沒有記錯的話 強項方面的話 中距離投籃的能力相當優異 身體控制能力很好 第三個 跳起來可以飛出體育館 這個就誇張了一點 JR雖然說他是很跳的 但是你說你飛出體育館 米高左都不是飛出大氣層 那是不是真的有點誇張了一點 弱項方面的話 有點脆弱 面對著NBA等級的球員 在力量方面可能會蝕大底 就這樣 按照以往的視頻 我隱約記得JR的發展能力 其實好像是還算OK 當然你說90加應該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85加我覺得應該是OK的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模擬 接下來第一個賽季就開始了 看到最後的話 是波魯克林藍網選中了JR的 第13順位 會不會JR第一個賽季就有機會捧起奧拜恩杯呢? 我看到這個時候三巨頭還在陣中 不要忘記現在已經是2021至2022賽季了 當然 你來到藍網的話 出場時間肯定會比較少 不過在2K裡面的話 應該還是打得出來的 難道JR第一個賽季就已經這麼幸福 那我們馬上來模擬了 接著說第一個賽結束 Jimogo是MVP 阿爾娜斯是最佳新手 阿Chu華是最佳登陸人 Jonathan Ising是DTOY的 新手一陣有沒有JR呢? 是沒有的 新手二陣都沒有的 不要緊的 第一個賽季 這個賽季的話 藍網戰績是53勝29負 是分區第一的 首先要說回來 球隊是做了兩宗交易 他們換來了Melton 和諾利 送走了Jo Harris 以及盧比士 看回陣中的話 JR的總評還是有上升 現在79了 出場的時間確實不多 15.1分鐘 其實這個命中率是很高的 但是你這個罰球又真的離譜了一點 落成的罰球 是很頑皮的 JR 你真的下個賽季要練一練你的罰球 那三巨頭的話 就不需要擔心 KD這邊 效率沒有問題 夏登牙都沒有問題 Uncle Ju都沒有問題 那現在的話 是在打一個9人的輪換 沒錯 JR的話 都有16分鐘的出場時間 是沒有問題的 第一個賽季 有沒有機會 我們馬上來無二 第一回合的話 2K重圓 2K重圓 沒問題 繼續 第二回合 不適合就葉波 有沒有機會 有 繼續 為什麼這些對手 不是太難搞 8號總指 5號總指 現在是6號總指 繼續 等等 公牛這個陣容是怎樣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很輕鬆 繼續 4比1 4比1 這路下來的對手 都不是太厲害 接著的話 是西區第六的目落 那你目落 那我恭喜JR 我提前恭喜JR 拿到了第一個總冠軍 真的太輕鬆了 1比1 蛤? 不是吧 什麼回事 GAME3 D'Andro Russell 30分 Anthony Edwards 27分 我們這邊的話 JR怎樣 上一場球 出場時間不多 應該沒事的 虛火而已 2比2 天王山之戰 虛火而已 不用擔心 那我們就馬上入場 看看這場比賽 好了 來到現場 其實上半場 我們的主角JR 就得一次得分 就是這個阿里屋的坐進 那份球探報告沒有說錯 確實是飛出體育館 其實上半場的比分 是很接近 接著第三節就開始 看到夢狼這邊 首先有得分 接著Uncle Ju也有3分的回應 但是這場球 其實Uncle Ju對位的D'Andro Russell 反而才是焦點人物 今天他的攻擊欲望是很強烈的 這邊的話 又是直接ISO單打 都有的 這場球的話 他有很多突破的鏡頭 都看到了 暫時D'Andro Russell 是14中76分的 好了 接著到南網這邊 其實KD的話 手感還是比較好的 但是這個3分是不入的 有點遠 繼續給D'Andro Russell 唐先生設個PAC 接著就拿位 給球給他 唐先生對著這個CAPSTON 繞了一圈 找到了WIDE OPEN的D'Andro Russell 認住KD的出手再中 接著這段時間 南網的進攻還是沒有得分 這邊Anthony和Wardanda 我們的主角JR 轉身之後的拋頭是有的 接著列特的FADE AWAY都有 球隊狀態很好的時候 即是怎樣射怎樣有 當然KD這邊是有回應的 首先來到內戰的佐樽 接著就打個PAC & ROLL 列特是漏了他 接著就男帝輕鬆打板 但是D'Andro Russell這邊 就繼續突破了 首先有一個佐樽 接著這次下來的防守就不錯 但是D'Andro Russell 退後幾步之後 照問你 都有的 他的表現真是不錯 看回這邊 南網第三節的Large Shot 交給了沒有什麼體力的KD Cross Over之後 列特完全是沒有反應的 其實今天KD 都有很多突破的鏡頭 好了 第三節所剩的時間就不多 D'Andro Russell 博大帽是不進的 第三節結束 木狼暫時領先9分 第四節的比賽就開始了 一出來D'Andro Russell 又是突破了 捉到Crafton的犯規 N1 今天Russell 只要8萬內線 基本上就有分拿了 接著說 南網這次的進攻 終於看到下燈上鏡了 他今天的手感是很頑皮的 特別是外線的手感 當然也出現了很多後撤步 木狼繼續給D'Andro Russell 一個鐘頭5入 但是自己有版再上 又捉到犯規 又是M1 今天D'Andro Russell 簡直是無解 拔球 在次世代是不存在無解 因為你一上拔球線 你就準備被人制裁 那我又幫南網想辦法 不如下一次木狼的進攻 這邊KD首先是隔扣唐生 他今晚23分 盡力了 不如下一次木狼的進攻 直接淘汰Russell 就是現在了 Uncle Drew 上去淘汰他 你不淘汰他 那就又2分 很輕鬆的 確實而已 這次世代防這些染護 是差一點點的 一個Pick之後 他又不換防 基本上你就有突破的空檔 看看南網這邊的進攻 下燈想爆這個史瑪特 史瑪特的防守不錯 但是下燈是捉到淘汰的 下燈上線 兩發全租 然後木狼這邊 繼續被Russell One-on-One的突破 繼續有 下燈這邊同樣有突破回應 下一次進攻 好像加強了對Russell的防守 誰知道唐生 Wild Open的3分 是命中的 然後還有唐生 勾手都有 這個勾手難度都很大 然後還是被D'Angelo Russell 哇 他今天的表現 真是無解 進入王國狀態 最後還給61比48 Gameshift木狼在主場贏 拖入Gameshift 最後再看看這場球的數據 D'Angelo Russell的表現 不用說 最後是29中16 36分 其他球員 Anthony Erwin有11分 唐生也有9分 他們兩個出手不多 但是命中率是比較高 我們這邊就得KD的表現 是正常一點 下燈是15中4 3分是7中0 艾雲出手不多 而且防守端 亦都是被Russell爆到很慘 其他球員的話 JR出手了3次 3中1 表現也是一般 好啦 出來了 Game7的話 我們就用這個Sim Case 來模擬 JR的第一個總冠軍 會不會就這樣拆肩而過 回到主場 回到布魯克林 好膠著的比分 第三節 開始拉開這個比分 第四節 又被木狼這邊追上來 然後最後的話 最後的1分21秒 那看來要入場了 好啦 來到現場了 看到是南網這邊的邊線球 給了KD 對著TT TT這次防守不錯 硬上 結果掉了球 D'Angelo Russell 看一看 南網這邊的話 場上的球員 是看不到艾榮的身影 真的不知道是否爆炸 如果不是的話 最後的時刻 應該會上去的 這邊D'Angelo Russell 3分5入 下單 來到前場了 有空位他不射 給到癲魂的出手 都是不入的 好啦 木狼這邊 其實這個是個Bug來的 即是我們這個鏡頭 看不完 其實D'Angelo Russell 一直在後場要球 都過了幾秒了 才走回前場 我經常都看到這個場面 這個應該是個Bug來的 嘩 這次的進攻搞什麼 本身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 最後被列特硬出手 不入的 但是唐山有板再上 有啊 2K說NBA的戰術 你們懂得鐵嗎 這些全部都是精心設計的 好啦 那麼 T'm out出來 藍網這次的進攻 應該要棄球中了 暫時的話 這個球給了癲魂迪 那我相信Uncle Drew應該是Bull out 因為到現在 還是不能出場的 好啦 最後7秒 開始啟動了 癲魂迪 首先要一個Fake 最後給了KD 直接是Fade Away的Jumpsuit 打板是不入的 Claxton 右板再上 都是不入的 那就是要開OT了 其實我打算搞定他 因為現在JR還沒打到手法 沒辦法 要看完他 好啦 現在的比賽就開始了 首先看到KD這邊 一步爆過防守 然後馬上去坐樽 接著看到D'Angelo Russell 有3分的回應 然後還是D'Angelo Russell 中距離的跳投都有 其實Russell這場球的手感是很頑皮的 打到現在只有3成的命中率 但是我們入場之後就很威猛 這邊下燈 Wild Open的3分都有 接著來有一段時間大家都沒得分 接著看到藍網這邊的進攻 給了下燈 抓到M1 下一次木狼的進攻給了D'Angelo Russell 同樣抓到Bull 不過Russell上線是兩拔一中的 接著藍網這次進攻給了KD 真是很勉強的進攻 最後是一個人擔住兩個防守 都有的 KD這場球35分 木狼這邊的話 繼續是D'Angelo Russell 現在艾榮不在場上 但是D'Angelo Russell 一樣是繼續爆你的 這兩場的比賽入場之後 D'Angelo Russell的表現都好 這邊KD飄移的3分 都有 巨星對標時刻來了 樂利準備出場了 但是這邊的話 應該還是繼續給D'Angelo Russell 自己進攻 沒錯 掩護之後 這次ClaxtonBlock 再上KD干擾到 很成功的防守 然後給了下燈 後手運球 然後擔著防守隊員的上籃 都有的 7分的分差 看看木狼這次的進攻 如果拿不到分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頒獎了 D'Angelo Russell這邊 對 就這樣顏射Claxton 當然是沒有了 好了 這次的進攻 其實打球中OK了 拿不拿分都很閒 KD這邊 幾下跨下運球 幾下跨下運球 已經去到進攻有利區 不用打了 最後給回125比117 有驚無險 GAME7 生蛇戰 班道主場 南網 是贏的 4比3 淘汰了明尼蘇達 木狼 成功奪冠 JR的新秀賽季 已經奪得了總冠軍 賽後見到 碰到百音杯的 布朗 真巨頭布朗 FMVP 還給了KD 最後再看這場球的數據 KD是打了50分鐘 基本上是沒有怎麼休息 23中13 40分 我們入場之後見不到Uncle Drew 沒錯 他是Fullout 14中9 其實他的表現是很高效的 下燈18分10個版 JR也不是說堂贏 17分鐘的上場時間有14分 一點問題都沒有 木狼這邊的話 Antonio 34分 D'Angelo Russell 今天的表現是26中7 這樣想贏的話 確實是難了少少 也看到KD這個Final的數據 實至名歸 長均29.1分 9.7個版 5.6個助攻 今年的話 真的比較圓滿 JR新秀賽季就奪冠了 但你都見到KD合同 到期了 夏登合同到期了 艾榮合同到期了 艾榮合同到期了 下來的話 就還沒到期 D'Angelo還沒到期了 但是三巨頭的決定 是最重要的 他們會不會留在球隊裡面呢 JR明年會不會有機會打手法呢 那我們繼續模擬了 接下來第二個賽季就開始了 看到KD和艾榮都選擇留在球隊 但是夏登是離開了球隊 他是聯手 還有賓太郎 和Jerran Jackson 灰熊這隊的實力 確實是不錯的 雖然說這個賽季 南網的實力 絕對有下滑 但是我們的主角JR 應該可以打上手法 希望這個賽季的表現 可以更加好 接下來第二個賽結束 最後一邊是這個MVP 戴瑤是最佳新手 Westbrook是最佳導人 Jonathan Isaac是DPOY 其實我以為最佳進步球員會頒給JR 為什麼呢 看回JR這個賽季的數據 當然他是回到了手法的位置 出場的時間是多了很多的 長均17.3分 2.4個板 3.8個做工 這些數據就肯定是大幅上升 包括命中率都不矮 這個賽季沒有下登 戰績是受到影響的 47勝35賦 是分區第五的 而下登所在的灰熊 是分區第一的 都體現到登哥對於球隊的重要性 OK啦 我們直接來模擬 上一年就已經拿過冠軍了 那你說今年 我想說今年拿不到冠軍都不出奇 但是第一輪就誇張了一點 登哥更慘 登哥是1比4的 各位觀眾 今週勇士奪冠 嘩 都不是居里 是Wiseman 長均23.2分 14個板 1.8個助攻 還有1.7個塔坡 恭喜他 好了 第三個賽結束 阿蓮拿斯 是MVP 那就不錯 心平氣和 不用每次都拿衣服 其他獎項看就OK 這個賽季的話 球隊的戰績是有些進步的 51勝31負 是分區第一的 為甚麼有進步呢 首先說一下 球隊是做了兩單交易的 好了 首先是送走了 洛莉 換來了 Evan Vonley 然後送走了 Claxton 換來了 Boucher 還未完 他們還在這個自由球員市場 底身簽了卡比拿 大家都知道了 無以幾個賽季之後 自由球員市場 是會有很多 總評比較高的球員 電腦這邊的話 是有辦法用底身簽的 真的好厲害 那現在這套這樣的陣容 說真的 這個賽季的布魯克文藍王 又是奪貫的大熱門 JR這個賽季的數據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剛才我都檢查一下JR生涯的數據 即是說現實的數據 拔波這一欄的話 好像是真的比較頑 即是他的生涯確實是七成左右浮動 那可能之後的話 他這個拔波命中率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你看到他的命中率 三分命中率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包括KD 包括Uncle Drew 交出來的數據 都是沒有問題的 卡比拿這邊 就是法蘭爪 但是這個賽季的數據 同樣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現在的話 是打了一個9人的輪換 沒錯 JR的出場時間是有29分鐘的 他現在的狀態都很火熱 那會不會是第二個總冠軍呢 來吧 好第一回合輕鬆 4比0 第二回合球賽 這個時候的球賽 差不多都是那些人 如果我問你 Jabari Parker 就過了去 跟著這個Bamba 都過了去 應該還是沒有問題的 輕鬆 我剛才看到2比0的時候 我說輕鬆的 但是之後的話 看來球隊就真的比較大意 比較大意 就是說我說輕鬆的時候 對球你不可以輕鬆的 我只不過是在旁述一個真實的現象 這些不是讀不讀這些東西 繼續吧 繼續 不存在讀不讀這些東西 波賽總冠軍 來 4比0 相當輕鬆 我都說的 波賽的陣容 確實是不錯的 Jason Day和FMVP 我早就知道了 恭喜他 接下來第四個賽結束 獎項那些就不用看了 因為現在球隊的戰績是比較低的 應該說是一落千仗 以前的話 還在說 是上半區總指的球隊 現在的話 已經跌到分區第12 其實這個賽季的陣容 又不是太低的 就不知為什麼突然跌得這麼厲害 Uncle Drew這個數據 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KD的話 就... KD就好像有一點點的下滑 年紀就上來了 現在已經36歲了 JR的話 都還有長均21.5分 4.4個助攻的數據 包括他的效率 都是很高的 但是球隊的話 這個賽季就完全是不行了 可能是前幾個賽季 一直都有衝擊總冠軍 最近兩個賽季都拿不到冠軍 其實差不多了 而且JR合同 也是到期的了 我都比較期待 或者明年他的選擇會是怎樣 如果你繼續留在這裡的話 你想繼續奪冠就難一點 因為Uncle Drew和KD就老了 那就看一下 之後JR的選擇是怎樣 現在我們快速模擬這個冠軍賽 看啦 最後奪冠的 是猴子頓火箭 Melo是MVP的 各位觀眾 長均29.2分 6.8個版 6.2個助攻 Melo的話 應該是二連級生的 恭喜他 好了 接下來第五個賽季就開始了 看到JR還是選擇跟球隊續約的 當然啦 南網開出的這份合同 4年1.09億 確實是很誘人的 其實剛才我都檢查了一下 我們這個陣容 雖然說Uncle Drew 雖然說KD 年紀是上來了 但其實又不是太頑 我覺得這個賽季 還可以留在球隊裡面 怎麼說呢 你在南網的話 就一定是打手法的了 其他球隊的話 還說不定 這樣啦 如果這個賽季實在太頑 下個賽季 我再把你放上這個街營名單 其實這個陣容的話 應該還是有機會搏一搏的 好啦 接下來第五個賽結束 看到Luka是MVP 長均40.7分 12個助攻 數據是很恐怖的 為什麼呢 首先Luka是一個Bug 另外聯盟是改變了規則 頭籃的時間是改到了20秒 進攻的回合多了 得分自然多了 很多朋友可能不明白 為什麼我不取消這些規則呢 其實我是設置了自動跳過優賽旗 你都知道 我們的視頻模擬是很浪費時間的 你看的時間 可能只有20幾30分鐘 但是我坐在模擬的時候 是很長很長的時間 如果還要慢慢看規則的話 真的很浪費時間 這個賽季是長均22.3分 他的數據效率還是不錯 但是球隊呢 進不了過後賽 下個賽季的話 我會把JR放在這個交易的名單裡面 確實這隊球已經是慢慢開始老化了 最後的總冠軍 是速龍的 是不是又是Camello 不是啦 是一個假人 他是最後的Effect VP 好了 接下來第六個賽季就開始了 JR這邊就放上了交易的貨物架 藍王這邊的動作也是很迅速的 他們是送出了電魂迪亞加上JR 從勇士這邊換來謝拉特格連 以及Westbrook 當然現在的Westbrook的話 年紀就已經很大了 我們就馬上切換到勇士這邊的界面 看勇士的陣容的話 其實都不是太好 所以你看到現在交出來的戰績是2勝7賦 但是兩個90加的球員 Vizeman和謝八神就比較年輕 所以JR的話 還是有機會在這裡衝擊一下總冠軍 其實都是有點困難 因為其他的球員的話 實力就一般 但是可以保證的是JR在這裡 是有一個守法的位置 這個是最重要的 好了 接下來第六個賽結束 看到東尼帕加是MVP 長軍38.3分13.9的助攻 其實24至25賽季都是MVP 改成20秒一次進攻時間之後 東尼帕加可以說是如魚得水 來到金州勇士 但是景況其實差不多 金州勇士這邊同樣也是比較難 33勝49賦 好像跟藍網差不多 真的慘 其實JR這個賽季的數據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看到他的拔波命中率都上來了 這個是職業生涯的新高 其實我都很希望看多一場比賽 就是沒有想到第一個賽季 就花了太多時間 想不到第一個賽季 就進入總決賽 又想不到GAME7 打得這麼刺激 進去SIM Case 打算看一分多小時 又想不到又要打OT 又浪費了時間 所以2K那些劇盤 你是想不到的 我還是想看多一場比賽 但看來就沒有什麼機會了 最後的話 托邦是奪冠的 LUKA LUKA LUKA長軍 43.5分 12.8個助攻 OK 這個是第六個賽季 我們再模擬多一個賽季 好了 接下來第七個賽結束了 改成20秒一次進攻時間之後 東尼帕加真的很變態 還變得太過LUKA 其他的話 KD已經成為了最佳新手 你看看KD已經成為了最佳新手 都模擬了這麼多年 Jonathan Eisen還是DPOY 30歲的Jonathan Eisen 這個賽季突然之間 今週勇士的戰績就很新了 以 現在的話 是東西區LUKA來打的 DELLA RUN的對手 是12號種子的紐約力博 其實這個賽季的話 留意到有兩個變化 什麼呢 首先 樂利的成長速度很厲害 現在來到85總評 他是二年級生的 然後球隊在自由球市場 是簽了九幾王 是簽了九幾王 因為之前的話 他已經離開了球隊 33歲的九幾王 還有85總評 果然是養生大人 JR的話 其實就不用擔心 他的數據已經很穩定 謝巴神 謝巴神的數據也是沒問題 Wizeman的話 也是沒問題 有沒有機會再看多長球 現在就已經是九人輪換 沒錯 有沒有機會第一回合的對手 扭你力博 應該是沒問題吧 4比2 接著是黃鋒 這個時候的黃鋒 兩顆球還在陣中 哇 除了他和泰神戰鬥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假人 看看怎樣 4比2 繼續 下一回合的對手 而全聯盟第一的波特蘭拓 這個陣容 應該沒有了 應該沒有了 確實的 他們應該沒有了 好 最後三號總指 等到活塞 有沒有機會 東尼泊的 Sasha都在 其實這個陣容 說真的 不是太厲害 我覺得 有機會 我覺得是有機會 入場的 東尼泊加 25分 第一場 上一場 東尼泊加 是42分 東尼泊加 是一個Bug 來的 0比3 唉 那沒得打 是不是又是東尼泊加 哇 東尼泊加 32中7 16中1 這樣都贏 歸後賽長均 40.980 14.8個助攻 說不好意思 J姐 你撞到這樣的怪物 那沒辦法 你真的不幸 0比4 東尼泊加 是最後的FMVP OK啦 剩下的時間 我就會無意到 J姐退休了 好啦 緊接著下來的 第八個賽季 今週勇士 是成功復仇的 他們在決賽 是4比2擊敗了 這個托邦 其實又不叫復仇 因為東尼泊加 所在的活室 他們是... 咦 我完全看不到東尼泊加 等等 什麼回事 東尼泊加 是不是不在活室 東尼泊加 所在的活室 是在的 但是他們沒有進入 季後賽 這個才比較意外 但不要管太多 第八個賽季 JR 是獲得了個人的第2個總冠軍 他季後賽交出來的數據 也是沒有問題的 恭喜他 接下來到了JR的第11個賽季 距離上一次奪冠 已經過去了3個賽季 看到了 今週勇士 是再次奪得了NBA總冠軍 諾利也是再次獲得了FMVP獎項 他這個數據 長冠24.5分 13.2個助攻 應該那個進攻時間 又改回24秒 恭喜JR獲得了第三個奧拜恩盃 影真厲害 其實這個賽季JR的數據 給大家看看 特別是上規賽 他連拔球都撿起來 180俱樂部都上來了 JR這個賽季的表現 真的很完美 說真的 打到現在 他這個職業生涯 要比現實好太多了 真的超級多 我認為打到現在 還沒說退休 他已經是夠班 即是可以在這個今週勇士 退休自己演過三 絕對是夠班 緊接著下一個賽季 也就是JR的第12個賽季 今週勇士 再次奪冠 又一次獲得了FMVP 剛才我看了 規則好像沒有改 進攻時間 好像還是20秒 第三個FMVP 他第一決賽是4比3 逆轉擊敗了火箭 JR這個賽季的數據 其實JR的總評已經很高 這個賽季的數據 生涯最高 簡直就是 長均是26.7分 第四個總冠軍 JR 認真厲害 這個職業生涯真的太過悲煌了 接下來 我們到2039-2040賽季開始的時候 這個時候JR已經37歲 總評就跌到73 其實他還沒選擇退休 主要是因為他入聯盟的時候 比較年輕 好像是18歲 現在雖然打了18個賽季 但是他還沒退休 不過已經沒有球隊簽他了 看回他這個職業生涯 就真的比較廢話 首先 聯手三巨頭 拿了總冠軍 之後 夏登離開了南網 球隊實力不濟 去了金州勇士 結果又創立了王朝 拿了三個總冠軍 其實有少少美中不足的是什麼 上個賽季 今週勇士是交易了JR 照計一個這樣的球隊公分老將 你就應該讓他在球隊退休才硬 這個有少少的美中不足 當然他那件球衣的話 不用說話 絕對會在今週勇士退休 他的獎項的話 四個總冠軍 沒有其他獎項 其實都有機會拿第六人 但就被其他球員拿到 但這個職業生涯的話 足夠輝煌 由於之前聯盟改變過規則 所以總分也沒有太多參考價值 非常輝煌的職業生涯 恭喜JR OK 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希望可以點贊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